現在來介紹貼材質 點選貼材質 例如選擇貼木皮 例如選擇貼02木質 選擇高解析度木紋 滑鼠左鍵拖曳 這是以單面貼為預設的值 倘若要全面貼某一材質 例如全面貼地板 左手按Ctrl鍵 再滑鼠左鍵拖曳 即出現三張紙 拉置像這樣一個合適地板上 它即全部都貼上此一木質的材質 在表現起來這個顏色色差很近 我們即可做一個色差的調整 例如從正前方看 此面會較亮 左鍵點選按右鍵修改 選擇材質及貼圖 例如將此面調亮 白色已經是最亮的 必須將深色調淺 即可做調亮的動作 左鍵點選自發光 這個黑色兩下 選擇定義自訂色彩 往上調 大約40到50左右 按確定之後 色差及調整出來 按複製貼圖 按畫素左鍵拖曳 亮面積為這個水平的面 垂直的面積可以貼深色 以增加其立體感 特別是針對做外觀的部分 可以利用此方式 然後來增強 這種戶外太陽光 這種明暗的對比 可以增加美觀的程度 接下來呢 例如像我們貼這樣一個磚石材 例如像這樣一個材質 貼地磚 貼60、60泡光磚 那我們來做一個大小對齊的動作 我們使用40、40這一塊 比較明顯來做一個示範對齊的動作 深色的 例如貼這一塊 點選之後 例如改成30x30 按一下套用 紙材質也是一樣 改成30x30 按套用 即可做大小的修改 若想做這對齊的動作 即可點選這個上下 來做一個前後對齊的動作 好 旁邊這個黑色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可以利用此方式做一個對齊的動作 若想以比較花俏的方式來呈現 即將旋轉的部分打45 按套用 即以較花俏的方式來呈現 是極為貼圖材質的示範 請進入 聽聽聽聽聽聽聽的 很快 有些人 有些人 會釋放